台北市最大智慧型社会住宅社区 广磁博爱园区社宅第一区 以及行善社宅斯文里三期都跟分回户 进行联合招租抽签 提供1589户给申请民众 有申请的民众可上网查询结果 另外广磁C区2022年第五完工 将可再释出476户 这其实是四个社会住宅共同抽签 那我们慢慢在想要 就是这样 就是时间慢慢越来越好 我们这次以后抽签要做共同的等货名单 因为我们社会住来每次上一个 大家就来输入资料 抽完没有就up 我们在想说一个共同的等货名单 像我们这次就是 你输入一次资料 你可以挑是四个 当然你可以 如果你一直 一定要住哪一个 还是说你 好像十个有错到你都住 就没让你选 他说我想这里是个进步 将来会把台北市 等候社会住在名单 就给他做个资料簿 如果你每年有上来登录 一直叫up 我们叫update 你就还是叫 我们的activist 就是叫 佛性的名单 他说每次有公宅 如果你还是佛性名单 就寄个一面 给你走 台北市有新的社会住宅 你要不要收 要 你就 真的 这样的话 你老是一直在重复输入资料 我想这个进步 那 我们这广资社会住宅 咬到没有时间来仔细看 我每次都看到零电而已 进来看 好像整个地面完全不一样 这个 这回想当年开工的时候 要 要来解释也是一样被撒名字 被什么抗议 我经过这几年 其实台北市的社会住宅 最成功的地方 他从零碧设施 变成是一个 大家都喜欢的地方 而且我这样看起来就蛮健康不错 整个这个 整修以后 空间 一个 他以后 他是前亚洲最大的社会福利的区 因为里面 因为地本来就过 地过大 就是5.9公斤 5.多公斤 所以里面 地过大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是不是 还有这个新的气候手要搬进来 最重要就是捷运的最后一段 所以 记不一定 将来搞味道 天生到南港区 那是以后一次 所以等到这些弄完以后 他在交通没方便 那就是 跟亚洲最大的社会福利 然后就开了很好的公宅 我想这个 最重要的 我们就是 当年都是找 台湾最强的厂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 那个 标权该有的都有 绿建筑 是为建筑 障碍风签 房子的标权都有 所以这个 很不错的地方 柯文哲坦言 距离当初喊的 5万户还很远 引发外界质疑是政策跳票 他强调最重要的是 不要幻想一天改变国家 但要有目标稳定前行 他认为设宅的政策是对的 但革命需要很长的时间 北市府现在有8200户设宅 正在施工 陆续也会相继晚工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